昨天,日本媒体发布消息称,著名日本动画片《樱桃小丸子》的作者林桃子,在本月15日引入腺癌病逝,终年53岁,作为第一代治愈系漫画, 在日本素有梁光漫画和长寿漫画之称的樱桃小丸子以及真实,之朴而幽默的情节,成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级最具影响力的动漫作品之一。 1986年开始,漫画版的樱桃小丸子,在少女漫画杂志微本上连载,1990年富士电视台播出的动画版樱桃小丸子,使得小丸子开始走向世界,引发热潮,并且连续20余年。 高剧日本动画收视率前三位,很多人对樱桃子的事实,表示了哀悼,并对其表达尤重的感谢,樱桃子本名为三谷美迹。 樱桃小丸子中小丸子,正是一座者樱桃子,为人形塑造出来的形象,小丸子的故事围绕着他及其家人,朋友展开,讲述了小丸子的日常生活,中有关心情和友情的小故事,没有跌倒起伏的情节, 却有着平日里滴滴点点的小感动,小丸子一期最平凡,最伪真的经历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,带来了最美好,最令人怀念的童年记忆,流着母骨头和分子不齐的刘海,经常穿白色衬衫和红色背带裙,脸上有着两块红红的圆点。 想必这是很多人对小丸子的记忆,其实这也是作者樱桃子的童年形象,樱桃子从小便对漫画很感兴趣,大学在读期间正式开始创作,漫画中的许多角色都有现实中的原型, 这也使得小丸子更加贴近生活,更能引爆共鸣,现在回头看,小丸子的世界,烧失不耕式的包装语录,一些温柔的小美好,以及流露出冰山一角的成人世界的残酷,都是魔鬼的细节啊,九岁的小丸子并不完美, 她不是老师心目中的魔法学生,也不是家长心目中的乖乖女,她迷糊,调皮,喜欢耍小机灵,不喜欢做作业,害怕考试,会撒谎也会认错,而她也有着九岁小女孩的特质,喜欢做漫无边际的幻想,会沮丧失落但又能力满充满正能量,对整个世界都是善良的,小丸子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, 虽然不富裕但却充实快乐,虽然会有烦恼但却充满感动,故事里有着喜欢和妹妹吵架,却又时刻,关心妹妹的姐姐梅子,有着无条件宠爱小丸子的爷爷有葬,有着文静可爱的闺蜜小玉,有着高富帅的追求者花轮,我们童年的很多经历,其实都和小丸子有着相似之处,会在某一天收到同学的恶作剧, 会被可气的男生取一些可看的问号,会偷偷的给老师打小报告,会有特别喜欢揪女孩子辫子的男同学,会跟家人坐在一起饭好吃的蛋糕,会一边做着作业,一边睡到的在桌上,会在上课的时候发呆,想想放学后去买什么好吃的,做这樱桃子也通过三年级的小丸子经历,告诉了我们很多是何道理, 这一碗瓦毒鸡汤,喝得很舒服,一个又一个简单又美好的小故事组成了小丸子的童年,很多记忆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,我们也有过四大小玉啊,小时候,会在你生日的时候分你一半沾了他口水的早餐包,却依旧很开心,会在于,人节的时候跟你说你数学没及格, 当你惊慌失措的时候来一句,于人节快乐,会在过年的时候一起放鞭炮,烧破了新衣服却不敢告诉家长,长大以后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,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世界,也有了自己的烦恼,而朋友就是会在在我们受伤,的时候陪伴我们,在我们辛苦的时候给我们加油打气,像丸子对小鱼的珍惜,也在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段时间, 我们要有情,认真对待每一个真诚的朋友,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去把握和朋友之间的感情,要勇于说出对朋友的感谢和珍惜,时光不老,我们不散,我们也有过这样同意的爷爷有葬啊,小丸子是次女,经常受到家里人的忽视,妈妈也经常不理会,小丸子的无理取闹,对小丸子很牢当,有一集,小丸子觉得妈妈太偏心姐姐,不爱自己, 就离家出走了,后来爷爷找到他,跟他讲即使,世界上的人都不拼他小丸子,但我最,最,最,最骗他小丸子,当时整个人都被治愈了,在很多人的童年,爷爷奶奶或许外公外婆,都充当了那个,无条件宠爱自己的形象,会早早的在校门口张望着接我们放学,会在小卖物给我们买一寸,撒满自然本, 还滴着油的李鸡肉,会在爸爸妈妈不知情的情况,吓偷偷的给我们买玩具,爷爷三轮车上的小板凳,奶奶锅里的红烧肉,外公子行车上的后座,外婆手里的一小脚西瓜等等等等,都是我们最单纯美好的童年记忆, 樱桃小丸子李爷爷实现了承诺,跟小丸子,永远都会在一起,而现实中的我们,随着年龄的增长,失去的也越来越多,爷爷奶奶终究会老去,会离开我们, 也经常在某个夜晚突然想起过去的温暖,想起在大夏天给买糖葫芦湿的爷爷,想起每次放学迅速接过肩上书包的奶奶, 是啊,贫乏和残酷的生活也有温柔和美好,世界是很美好的,人生就是这样,有苦有乐,边失去也边拥有,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改变, 掌握我们能掌握的,珍惜我们能珍惜的,怀着一颗积极乐观的心,认真对待每一天,小丸子,谢谢你,再见